今天約了Dennis來喝茶 各位 今天有好朋友跟我一起喝茶 還說很老餅 是我是說的 不好意思 很出名的 CJ 那個狗爵 胡美瑤先生 Dennis 如果有聽香港電台 第幾台 第四台 第四台 最多都是 雖然今天就是六令一個台的小小東西 我呢 都上過很多次香港電台 對上一次普通話台找過 又是呀 他的節目還沒出門 給我直播了四日介紹 就說了我的Fan的東西 這次 出名 你懂什麼名字 我問一下胡莫瑤先生 就是非常資深的古典音樂的DJ DJ你們都見得多 聽得多 龍哥哥的DJ都很多 但是古典音樂呢 就真的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很少人聽嘛 所以我們就經常都說要介紹多些人 對呀 認識一下 很坦白 我作為一個音樂老師 我什麼音樂都教一些 所以我都 古典音樂都是塞皮毛的 但是呢 胡莫瑤先生呢 Dennis呢 他做了這麼多年 他認識的真是很深 很軟駁 又不可以這麼說的 不過這些叫做什麼呢 你聽一味 自然變成專家 因為你只聽那些 你喜歡那些 就好像是比較專門一些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讀碼茶的時候 我都會聽多些 但是都 出來教書呢 反正什麼都要教 粵劇又要 流行曲又要 我們就變得很窄 其實音樂 我覺得是世界很窄的 所以真的喜歡聽什麼都 都無所謂 我們總會有一杯自己的茶 對呀 你喜歡聽什麼都無所謂 但是呢 我們就是 今天我上去另一個電台訪 就是講聽音樂的 就是深思想 你今天上台在哪裡 我今天上台在哪裡 今天他才做完節目 那要講一下聽音樂的 其實都是分享一下 一些簡單的東西 講一下聽音樂 有些什麼心得 可以帶著什麼心情 或者給我們一些什麼 其實喜歡聽什麼都無所謂 其實我怎麼認識你呢 就是當年 我想幾年前 那時候 我今年最好不教DFG 當時我教DFG Dennis就邀請我 還有葉伯士 是的 那一集 我們當時 我就做節目主持 我一次過有五集節目 就會找兩個嘉賓 每一集找兩個嘉賓 講一個題目 那個節目叫彈天倫 我記得 彈天倫 我記得 彈天倫 其實我們每一個節目主持 通常都叫做一個月的節目 你一個月的節目 你就有四集或者五集 我們要考慮五個題目 其中一個題目 找了鄭先生 其實就是 在學校的課室裏面 要搞音樂創作 即是寫東西 找了一些 特別的作曲 好像 為什麼學生原來要 我們在學生的層面 怎樣做 現在那時候 口試有些什麼 我們就在節目裡面 一起聊 因為原來 所謂這些創作的東西 是在課室裏面有的 不是任何 不是任何 很多學生都可以接受到的 因為那時候來說 都是新的 因為GSC的課程 開始了 那時候也是幾年 幾年左右 那我就很早 反而我那時候會考 我想你那時候有讀會考 會考 會考 但我那時候沒有機會 但我開始在GSC 我就開始教練 我就是第一批 學習怎樣去拜作曲的人 雖然我自己是主修作曲 但是很老實 出來教師 必有時人作曲 對於零的 我的作品 偶爾有人下單 我才幫人作一首歌 但是 在教這一次的過程 我自己學會 就是多 邊教邊學 怎樣幫到學生 因為每個學生 走不走路線 那時候我 為什麼認識你 是因為 YES Sir YES Sir 那時候 我們想找 有在學校裏面做DSE 我們說明是DSE 因為那件事有考試 對嗎 那個創作是 你要寫完整個工作 對 你要寫一個作品 整個作品 不容易 對小朋友來說 不容易 對小朋友來說 對於啟發小朋友寫東西 不只要啟發的時候 不過是修改的 就像是教習文 你想想學生 從小一開始習文 到中六 但是那些學生 是中四才開始寫第一粒音符 其實很多個都是 其實每個都是 很多都是 所以就 認真說 原來在學校裏面 音樂抗動有難度的 但是又不是說 講到很難 其實是 只要有老師 有人有方法 其實是好的 但是百花提放 因為我教了這麼多年 我真的教了很多學生 有人是卡錫帶的 拉絲園這樣拉得很厲害 但是有人是 Rock and Roll 他要作Rock and Roll 你給他贏 幸好我沒有遇到要作粵劇 如果我不懂 因為粵劇 粵劇你知道讚譜不同 粵劇是寫歌詞的 都不知道怎麼給他意見 對 但沒有的 BFC我問的人 是有人去加這些 也有人加一些很concept的 其他作品都有 有些電聲音樂都有 甚麼都有 所以你說我們 教這些東西有多難 還有我是過八間學校來的學生 即是理智不同 所以我自己算不得 就不是傳統音樂很飆聽 但是有些傳統音樂很飆聽的利用 我有用我的方法教席 有些Rock and Roll 用Rock and Roll教席 有些是很基礎的 用鋼琴聲音樂教的 即是每個人用不同的方法 這個才是教育有趣之處 你說要學死某一種東西 其實不是那種東西 我其實覺得有趣是好玩的 但是玩玩玩玩玩到今年 真的很可惜 我今年就是下一年教育 所以我現在 你見到我多數 我做YouTuber都是玩Stam 當然啦 其實玩Stam很怪人的 他今天找我是關於Stam的 他想和我去準備另一種節目 大家要放場相關 這個買個關子 不會透露少少少 那麼多都不會 找得請sir當然是和Stam有關 因為有時不只是Stam那麼簡單 我們看音樂有時Stam就好像講了名字 就好像很現代 其實不是的 老實說音樂的發展和技術很有關 技術這件事 而這個技術有時是電腦 以前不是電腦的 其實有時候找到 我想找個木工的 木工其實是很重要的 音樂來講 好了 以前 現在我們打印機打出來 以前的朋友怎麼做 是呀 劇目都會出來 那都是技術 我們今天想探討的題材呢 我個人不敢看 根本整樂器就是很Stam 很Stam很Stam的字 因為如果認識我的朋友 你都知道我做很多樂器 我在學校隔人做樂器 我自己是一個異古製琴師 亦都做管風行 不是真的管風行 是電腦管風行 我很有興趣在這方面 因為我覺得 音樂家為什麼會享用到樂器呢 全靠有些特工的Stam人在背後支持 其實Stam在古代是甚麼 即是科技加科學 科技上 技術就是科技 技術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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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們以前就說 有些就是叫理論 讀書可能有科學的成績 或者是科學計算 以前有很多計算 以前是前人流下來的智慧 這樣做就漂亮的 這樣做就是好的 所以樂器是厚 有很多科學 有很多科技 大家要學 都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其實我看著我 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都有一個series 講一下電子樂器 我之前講了很多 一些奏曲的製作 例如小吉他 儀壺 母子琴 錄程碟 但接著我會有些電子樂器製作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follow我 今天 Dennis找我的節目 先慢著關節 大家留意會在第幾台 不在電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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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影片來的 所以都不是聲聲的 注意啦大家留意啦 訂閱、讚、讚、分享 拜拜 拜拜